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王双 我一直没有机会问到你当时的岁月的内心的真实感受 那段日子是一个是怎样的一种时刻 就觉得还是挺煎熬的吧 觉得日子过得挺慢 因为从我们一直备战奥运会这个资格赛的时候 就已经有了很多期的训练 包括每一名球员都用最好的精神状态去迎接这个比赛 但当比赛快要来临的时候 我去露血了 我就觉得挺遗憾的嘛 但还是一直都关注着大家的表现 然后看到大家能够站在奥运会的资格赛 能够表现这么好 自己也充满了信心 能够在下一个阶段能够跟上队伍 然后以一个特别好的精神状态去迎接下一个阶段 我知道中国足协把所有的努力做到了最后一秒 希望你能从武汉能够随腿出征 当时的防疫抗疫是我们最大的使命 所以这件事情根本无法做到 对于王霜来讲 在天台上的那段视频 是希望所有人都看到 我在努力 中国女足在努力吗 对因为那时候主教练也明确的表态了 不会说是抛弃我或者是放弃我 所以我也更加的没有必要去 因为当前的困难去放弃 然后因为我觉得机会一直都会有 包括后面阶段大家的表现 也确实给了我更加想要快速的融入队伍 快速的去调整好自己心态和身体状态 所以给了我一个这样的动力 所以我一直都在天台上面 继续的每天的训练 然后去保持自己的求心求感和身体技能 当时你留在英雄的城市武汉 海洋和队友们当时从上海 也算是突围去了澳大利亚 据说突围的过程特具有传奇色彩 每分每秒都可能存在变数 但是队伍的运气还不错 一下就去了 但是到那之后也必须采取隔离的措施 刚刚是也没有训练的条件 我看到的报道在酒店的房间里 在酒店的走廊里 楼梯上 中国姑娘们用自己能够找寻到的训练方式 在拉伸在进行力量训练 这种经历也是太特殊 那段时间对于我们来说 我其实经历了那一段之后 我们才能够想象到 就王庄他们在武汉是怎么样度过的 因为当时我们从苏州到了上海 然后从上海再去澳大利亚的时候 真的一路都非常的艰辛 大家每个人都是保持很警惕的一个状态 但是到了那边之后 我们就觉得 哇我们终于可以就是 释放了可以去准备奥运选赛了 但是又面临了一个 我们不能出酒店 这么样一个情况 然后我们只能在两层楼 真的是两层楼 在酒店的两层楼跑步 然后做一些 就是两个人之间的相互对抗 就真的是身体跟身体之间的对抗 然后就只能在这种有限的条件下 能够坚持下来 我觉得那段记忆是 真的是让我们每一个人也是成长 然后整个队伍也变得更加的强大 这个王庄跟我们一样 都是看着电视转播 这个我想象你那状态 还是站着看还是坐着看 一站会站起来一会坐起来 你可能那种荣辱感比我们强 是吧 恨不得钻进那屏幕当中 是那种感觉吗 对 那时候就感觉确实第一次 第一次在厂下看着 对我们在厂上去拼搏 然后自己的心态和自己在厂上 还是两个不一样的感受 特别紧张 特别紧张什么 这个触球在大级局线 或者是在我们自己本方的 或大级局线的时候 就真的特别的紧张 对 那个会那个这个脱口出 射门哪 颤他呀 我当时还录了一个小视频 当时 进球的那个 我记得你有录下来 进球的那个 就双手激动呀 就屏幕都是颤走 他都会看的时候 对对对 我相信这段经历太特殊了 尽管没能登场 尽管没能跟队友在一起 但是其实我们都知道 每个运队员的内心都渴望强大 渴望自己的强大 让球队强大 再一个问题是问那个吴海燕的 这个我听说最近 你还进行了这个论文答辩是吧 怎么样 结果怎么样 这个汇报一下论文的题目 和这个最终的成绩 怎么样 顺利过关了吧 我刚答辩完 然后还是挺顺利的 哦 那个论文的题目是什么 我们分享一下 各个的题目也是关于我们的世界杯的 然后就是19年法国女族世界杯的 那个前四强球队与中国队的 那个防守反击的这么一个 防守反击的打法的一个比较研究 OK 这以后凭着论文以后可以当无指导 是吧 以后可以 来 教育人考试可以用这个了 我是想通过这样的论文的方式 也是让自己有比高 对对对 那明年的中国奥运军团当中 又多了名女硕士 希望你们去东京 多名女硕士 这个我的提问呢 基本到这儿 网民们其实很想看到你们 展现你们的足球技艺 你像王双的微博当中 集中展现了 力量不错 转软性不错 协调性也可以 是吧 颠球连续颠球 两百多个 这都挺好 你们两个人共同完成 我看这个中间 这是我们女族的宿舍 对吧 两边有床 能不能咱们因地置疑 你们就坐在这个沙发上 然后这个头顶球 好吗 希望这个还需要热身一下吗 不用 不用热身 好 我们争取看看 在一个英雄的武汉 在一个抗击疫情 取得阶段性胜利的时候 两位女族的国脚 为我们创造一个 网络直播铜框当中的 顶球连续次数的最高纪录 来吧 让我们三 让我们得试试 怎么样 这个位置都找好了 是吧 好 三 二 一 好 双方对力量的掌控 开始出现了点小问题 哎呀 王双暴露自己的 这个踢前锋的这个本性 当球这个 还是把球重重的顶向了 这个大目的 那再来一下 再来一下 这全且算是热身 全且算是热身 来 稳定啊 保持稳定最为重要 没关系 我知道你们俩自己偷偷练的时候 一定 哎 你们偷偷练的时候 比较比得多是吧 什么 没练过 没练过是吧 但是从刚才这个 踢球的不稳定性 我们是不是对 取得东京奥运会的 这个出现资格 我们还要做更大的努力才行 对 因为 就目前为止的话 其实我想 大家都能够看到 就是 想要去进军奥运会 都不是特别容易的事情 但是 作为 我们来说 我们已经面临了 这么多的困难 我们一直坚持到现在 而且也创造出了这么多的机会 我认为 这对我们来说 虽然说有困难 也有 就是 对我们不利的 但是我觉得 这也是在考验我们 所以我们对自己 包括我们整个球队 包括教练主义 对我们都是充满信心的 海尔 我相信这份心愿 是中国女族所有公顶的 希望这份 心理上的共鸣和共振 能够一直保持到 我们全队的强大时刻 希望奥运出现 一切顺利 希望明年在东京 我们能够会师 奥运会 好运 保持健康 保持活力 保持强大 祝福你们 一起强大 谢谢 再见 再见 加油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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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